怎么着我听说你为了查一个字查一个词的还在查百度吗 那玩信息粘贴来粘贴去的它权威性就会打很大的折扣 我今天给你推荐几个APP是我平常最常用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商务艺术馆出版的现代海语词典 对没错就是官方这个词典的电子版 解决我多少年的心痛了 以前买那么厚一本字典 它又没有办法这个随身携带用 现在有了真好 那这个现代海语词典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权威 咱也不是说你查百度或是查什么别的字典 查到的就不对 它关键是有个标准的问题 就是既然我们国家设立这个标准 所以对于一些要参加标准化考试的学生 像我们这些语文老师 包括一些语言文字工作者什么 咱们不得不按照人家标准来的时候 那就是这本字 你别的没有选择 好的这个字典应该是要付钱的 多少钱来着 我忘了八九十块钱 反正跟那个买本这个纸质版的字典差不多的 如果你不想付钱的话 你一天查不超过两个字也可以 它可以免费的使用两个字 这样还有点好玩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点这个学习里边 有一些小功能挺好玩 就是这个智能助手 你看它有一些什么进一词变息 而且这个变息 虽然它不是所有的都能变息 但关键你看你点开它这个变息的内容 就只要它给你提供的 它是真心在变息 不是说咱们以前一样 你查查这个字什么意思 查查那个字什么意思 它俩之间的区别 你需要自己去琢磨的 你看它在这个变息里面 跟你写的是这个词 它强调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那个词呢 它强调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变息做的 还至少是挺用心的 然后另外一个进一词反一词 什么格式词语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AAB 什么ABB 什么ABCB 什么ABAC 之类的那种词语成语 我怎么觉得 这就是小学生完成作业的法宝啊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接龙的游戏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还有主词的 还有查部首 你看我在这儿是查了个丰收的丰嘛 有一些难查的这些部首 你也可以在这儿查到 还有笔顺啥的 你可以点开这个视频去看一看 好了 那这个APP咱们介绍到这儿 然后它这个APP权威就权威在 你看现在的任何一个国家语尾公布的 我们别扭的读法 都是在这里面给你规定的 比如说我查一个旗 你看到了吧 这个字 它只有一个官方承认一个读音 就是旗马的旗 所以你说那一记红尘非子孝什么呢 人家给你规定这个标注的叫旧读记 那我没办法 那就只能一旗红尘非子孝了吧 但是你看另外一个字典里面 你同样也是商务印书馆官方的这个古代汉语词典里面 你如果来查这个旗的话 它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旗一个是旗 所以你读还是我的一个说法吧 我觉得你想读什么读什么了 反正就是古诗对吧 你要按照现代汉语的标准 你读一旗红尘非子孝 别扭归别扭点 但咱也不能说你错 但你要读一旗红尘非子孝 显得我比较有文化了 对吧 这是一个相对应的古代汉语字典 对于从初中开始的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 包括一些上了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 这个东西都很重要 当然它也是花钱的 好像也是你如果你不花钱的话 你只能查每天好像两个词吧 多少钱来着 80多 我忘了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天天查的这个量太大了 我只能毫不犹豫的交钱 然后另外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花钱的话 给你推荐这个 这个汉点非常好 咱们来看一看 你看像刚才咱们查过的旗这个字 在汉点里面 它顺制给你 不光是免费 它甚至给你提供的这个资料 又多很多类 你看有这个笔顺 你看这个视频里面 就看到这个笔顺 什么读音拼音什么的 然后基本的解释 然后详细的解释 哇这详细解释 这就是你你愁受 它就是事无巨细了呀 然后康熙字典里面的解释 说文解释里面的解释 包括像什么音韵方言的信息 什么字圆字形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像我这种 中文系的一个专门的 要搞一些语言研究的人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居然还是免费的 太香了 这个字典做的确实非常好 我从哪知道这个字典呢 就是原来我有一个师姐 关系很好的师姐 它是我们同学 是做那个古代汉语 那个研究所的 它就参与了这个项目 我看他那个天天跟我吐槽 天天崩溃抓狂的那一阵 我就觉得 嗯这个字典一定做的特别靠谱 所以我拿下的利用确实很好 但是啊 咱不得不说它在 呃跟那个县汉比起来 它在标准化上 也就是说跟那个国家预委 完全同步这件事上 还是有点点差距的 呃大方向上 你看刚才这个旗 旗这个字在这个呃 汉典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读音啊 说明跟现在汉语词典是保持一致的 对吧 包括咱们再查查 比如说大家比较 吐槽的什么寻麻疹 是不是 你看呃 它的读音在这个地方 也是跟国家预委统一 改过来了 但有一些比较生僻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我发现这个字 比如像这个 哎呀都是 这个随字 你看 在这个汉典里面 它是承认两个读音 一个随一个灰 但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现代汉语词典的话 我们查 一下 它其实只承认其中的一个读音 你就发现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你说是不是古代 咱这查查古代的 古代汉语词典上这个字 它在 反正在商务音书馆出现的 出版这两本字典里面 也只是承认 随着一个读音 就说明这个汉典上 它提供的信息更多 但是在这种标准化 权威性上 只能说大体一致 但如果你要是 苛丁苛毛的 一定要严格的标准化的话 它有可能还是做不到的 好了 那这三个app推荐给你 以后这个字读什么音 这个字什么意思 你就不要问我了 自个儿查一查